欢迎回到热情追踪 全台闹水荒 天干雾燥 火灾也频传 全台各地已经连续发生多起森林火警 让消防队员疲于奔命 由于水源不足 使得灭火十分困难 根据林务局统计 2021年第一季 台湾已经发生了25起林地火灾 比历年平均值还要高 其中3月18号 阿里山发生的森林大火 燃烧时间足足有5天 烧毁面积达到1.6公顷 原本茂密的草木被烧得光秃秃一片 总共动员了440多人次 黑衣直升机及陆航特直升机 共出行35架次 才将火势扑灭 而在火烧山之前 阿里山整成有两周低于未尽 正因为台湾正值旱季 因此专家推测 干旱助长了火苗 导致火势不断延烧 极端气候来袭 台湾面临56年来最大旱向 如果干旱将成为未来常态 我们该怎么办 做好全面准备了吗 带您一块了解 台中大渡山 连两天大火 甲乙阿里山燃烧5天 金竹尖石箱 烟烧29小时 现在全世界都朝干旱化 干旱化带来最大的影响 就是森林野火越来越多 当然也让土壤的湿润度降低 沙漠化变得很扩大 所以是干旱会让我们的森林野火 变得越来越严重 今年台湾遭遇56年来最大旱向 还在3月时接连传出森林大火 根据气象资料显示 去年阿里山总雨量是2328毫米 大渡山是1120毫米 也就是说阿里山的雨量足足少了四成 大渡山少了五成 其中阿里山火井前 山区有两周低雨未尽 因为干燥所以星星之火足以撩全 阿里山灵火公路封闭49小时 观光业损失3000万 大渡山火井逼近温泉饭店 情势紧张 台湾未来的下雨的条件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豪雨的日数会增加 小雨的日数会减少 也就是大的就会大 小雨的次数会减少 从林务局过去8年 1到3月的林地火灾建树资料显示 今年第一季已经发生25场林火 比起2013年的10起 2014年的14起高出许多 跟过去8年相比 也略高于历年平均 干旱就是说连续性的 不下雨的日数可能会增加 那这个就对我们的火灾的发生来讲 几率就会增加 全世界大概都是这样 在干旱缺水的时候 林地火灾风险提高 但用水灌旧更必须与时间赛跑 因为野火的速度最快 能以每小时22公里蔓延 救难人员除了得冒险 行走在陡峭的山栏上救火 今年空情总队已经出动101架次 飞行254小时 花费5000万元支援林地火警 不但耗损庞大资源 更可能带来严重的生态浩劫 这些林木或者是地被植物被烧掉之后 它就减少了这个水土保持这样子的功能 那在下一次的 譬如说可能那个大雨来 它可能就会造成地表浸流 那就容易造成土石冲刷 甚至如果面积更大 就可能还会可能引发更大的灾害 水温的环境被破坏了 因为没有了森林 没有了很好的水温循环 所以水温会受到影响 那水温会受到冲击 干旱的山区如何监测灵火风险 实际来到林物局宜兰郊西工作站 一进大门就先看到醒目的告示牌 为每天风险做出评估 我们现在目前所在位置 它今天森林的 可能发生火灾的危险度 那像绿色就是最安全的 没有发生火灾的问题 那如果红色可能就是大家要注意 用火的部分 风险评估的资讯来自于 全台35个国有林区 都有设置所谓的森林火灾预警系统 搜集大气中的温湿度 还能预测山林里树叶草木等燃料湿度 再定出1到5个风险分级 假设现在森林里的燃料的 相对湿度是很高的 那我们就知道说 现在森林是安全的 因为它的水分很多 所以就不容易发生火灾 宜兰江西今年1到3月 累积雨量已经突破300毫米 山区湿度高 林火预警风险相对低 那这边看到的 譬如说这个是相对湿度的部分 那今天是3月23号 那我们看到相对湿度是93.5 那表示我们现在的林地相当的安全 湿度相当的高 但根据林务局的调查 国内森林火井高达九成 来自人回音速 尤其是在干旱季节 只要一根丢弃的烟地 就可能引发火事 目前全台湾的国有林事业区 设有20处防火线 一旦真的发生火烧山 至少有停损点 从往武林这个方向看 这个也是防火线 假设真的是林火灾 他就希望它烧到这里 从台八线往里山方向 这个就是防火线 那这样很清楚一条空的 对 因为气候变迁 延长旱季导致猛烈的火灾 去年美国加州以及澳洲 都传出严重森林野火 台湾山林面积 占全国土地面积六成 接连发生的森林大火 是意外 更是大自然发出的无声警讯 千万别以为这把火离我们很远 极端气候带来的威胁 正一步步劲逼我们的日常生活 的时候 还是快继续 要注意 下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